各位朋友大家好 如果有人问宋朝的国座是多少年 通常的回答是这样的 宋朝的总共国座是319年 其中北宋167年 南宋152年 南北二宋合称为宋朝 而如果同样的问题 问关于明朝的国座是如何呢 得到的回答通常是这样 明朝创立于公元1368年 灭亡于公元1644年 也就是崇祯17年 假申年 然后好像又突然想起了什么 说哦 还有一个南明 开始于公元1644年 灭亡于公元1662年 合计18年 总共经过了四帝一监国 总的感觉呢 是南明与明朝似乎是分开的 明朝可以算上南明 也可以不算上南明 南明对于明朝来说就是可有可无 南明就好像是人家办信用卡 商家赠送的礼品 或者是你去买手机 人家送你一个手机套 礼品也好 手机套也好 它的存在都不会影响整个交易的进行 而且它的价值 与整个交易的价值也是不能相比的 而且你还不能要求得到更多的赠品 如果你对那位销售小姐说 你看我买了你这么贵的东西 你是不是能多送我一点 那么那位销售小姐肯定会笑容可惧的对你说 那好先生 我现在就送您出去 南明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存在 他就像一只小尾巴 左摇右摆的 但始终找不到应该与他连接的那个庞大的身躯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南明不够正统 那么我们来看看南明朝的第一个皇帝 福王朱游松 他的这个皇位是不是像西汉末年的刘盆子那样 刘盆子本来就是刘邦家族中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一个皇亲 就是因为他姓刘 是皇帝的远亲 就被推出来做傀儡皇帝 朱游松的父亲是福王朱长荀 我们再来看看按法理来说 崇祯皇帝死后应该由谁来继位 按理来说应该是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 首选应该是他的太子 但很可惜崇祯自义以后 这三个儿子也是不知所踪 这样下一个顺位的继承人 就应该是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的儿子 这更不可能了 天启皇帝要有儿子的话 还能轮得成崇祯吗 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都是明光宗朱长洛的儿子 那么既然他们这两只已经断了 那下一个顺位继承人就应该是朱长洛其他的儿子 但不幸的很 朱长洛确实是按照葫芦娃的编制生了七个儿子 但他这根藤实在是不怎么样 七个儿子死了五个 就剩下天启和崇祯 这样的话朱长洛的这一只就算彻底断了 而朱长洛又是明身宗万历皇帝的儿子 那么这时候的顺位继承人就轮到了万历皇帝的其他的几个儿子 万历皇帝虽然不怎么上朝 但是他后宫的出勤率还是很高的 这样的话他就有了八个儿子 三个早氏活下来的有五个 其中长子就是明光宗朱长洛 二子也是早氏 三子就是福王朱长洛 而福王也是万历最喜欢的儿子 因为福王是他与郑贵妃所生之子 爱屋及屋 所以这时候的顺位继承人应该就是福王朱长洛 不过很可惜此时的朱长洛已经从福王被李自成变成了一道名菜 福禄寿 而福王的长子就是朱尤松 所以朱尤松就成了在这种情况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那么万历皇帝的其他儿子朱长洛不在了 不是还有什么贵王朱长营 端王朱长浩 惠王朱长润 为什么不是兄中弟籍 由这些长字位的人继承皇位呢 兄中弟籍不是不可以 不过呢 按照儒家社会的基本继承法则 他还是排在了嫡长子继承制之下 也就是说 本应该属于朱长循的地位 应该由朱长循的儿子来继承 而不是由他的兄弟 在明朝就有这样的先例 比如说当年太子朱镖去世以后 朱元璋就立了朱镖的长子朱允文为皇太孙 成了皇位的继承人 而并不是朱镖的几个兄弟 所以说朱尤松是当时那种情况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换句话说 假设没有清兵入侵 没有李自成进北京 在崇祯皇帝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没了的情况下 大臣们也要将朱尤松迎到北京继承皇位 就像当年明武宗诸侯赵去世以后 将后来的嘉靖皇帝朱后聪迎到北京继承地位一样 你不能说从嘉靖开始的明朝就不再是明朝 同样你也不能说从宏光开始的所谓南明就不再是明朝了 唯一不同的就是朱尤松是在南京登基 而不是在北京登基 但你总能说在南京登基的就不算数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明太祖朱元璋的脸会拉的更长 他就是在南京登基的 所以宗上所述 红光帝就是崇祯皇帝的合法继承人 虽然他只是继承的半壁和山 但当年南宋的宋高宗赵构继承的也是半壁和山 总不能说半壁和山就不是大明了吧 既然南宋是宋朝的一部分 那么南明自然也应该是明朝的一部分 如果有人非要把南明单独拿出来 那这个人多少就有点不太讲厉 有没有这样的人 还真有 始作俑者就是清朝 否定南明是明朝的继续 将南明分隔开来是满清人的阴谋 满清人为什么这么做 很简单 就像多尔棍说的 满清人的天下是从李自成手里夺回来的 而且他们打败李自成是为了给崇祯皇帝报仇 所以后来的雍正才说清朝是德国罪证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承认南明的存在的话 那他的这番道理就说不通了 假设大明朝是一所豪宅的屋主 李自成的大顺军就是一群盗匪 盗匪进入了这所豪宅 杀死了豪宅的主人 将这所豪宅占为己 后来来了一群黑警 就是清朝人 他们打跑了李自成 占据了这座豪宅 这时候他们如果对外宣称这所豪宅的后代已经全部死光了 这所豪宅已经成了无主之地 那么他们以复仇者的身份 或者是以黑警的身份 将这所豪宅收归己有 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而如果相反 这所豪宅的主人在外面还有其他的亲属 他们也拥有合法的继承权的话 那么这群黑警就没有了占据这所豪宅的合法性 如果他们此时赖着不走 那么他们也就成了盗匪 所以在清人所编的明史中 就反复强调明王于崇祯 崇祯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 明朝就是王于公元1644年 而南明呢 什么也不是 他们就是一群藩王 在明史中从来没有承认过南明的四个皇帝 只是称他们为藩王 在乾隆统治期间 大兴文字语 甚至不能出现南明的字眼 谁写了这个两字 谁都会被杀头 清朝是从顺治二年 也就是公元1645年开始开馆休明史 而此刻南方的红光帝还掌握着中国的半壁河山 顺便说一下 开始休明史的时间很早 而明史最终勘印完成的时间却很晚 是在乾隆四年才首次刊印的 总共历经了将近一百年 有人说是曼公出戏活 要我说是曼公出假货 有时候要让谎言变得无懈可击 确实需要花很多的气力取缘 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继位的合法性的问题 历史上的有些皇帝 比如说隋阳帝杨广 唐太宗李世民 明成祖朱棣 他们在继位的合法性方面存在着问题 所以呢 他们也是终其一生一直在为此辩护 为此掩盖 有的呢 甚至是因为用力过猛 导致了帝国的负命 比如说隋阳帝杨广 由此可见 法理上继位的合法性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话就会落一个得位不正的罪名 而且你也永远挡不住忧忧众口 这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一种政治正确 那些高官显贵 甚至百姓们 并不在乎继位者的才能如何 人品如何 他们更加看重的是 他是不是应该当这个皇帝 有没有法理上的资格 这样呢 就导致一些 本来在登上皇位方面 没有任何问题的皇帝 也要为此事大伤脑筋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汉官武帝刘秀 刘秀的皇族身份是无可置疑的 他是刘邦的九世孙 长沙帝王刘发的后代 虽然他的父亲刘新 不过就是一名县令 这点呢 应该归功于汉朝是推行的推恩令 刘秀建立东汉以后 虽然说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 但是呢 在名义上是承系着西汉的大头 所以呢 当时也存在一个祭祀的问题 就是天子的七庙中 你要祭祀哪些祖先 如果刘秀在太庙中 供奉的是他的父亲刘新 他的祖父或者是曾祖父 而名义上又说自己是承系西汉的统治的话 这样就会造成一种矛盾 因为他的父亲刘亲也好 他的祖父也好 他们在刘氏皇族的宗室中 都属于小宗 小宗是臣 只有大宗才是君 什么是大宗呢 就是从刘邦到刘邦的儿子 这一只下来才叫大宗 比如说明太祖朱元璋 太子朱彪 以及皇太孙朱允文这一只 这叫大宗 大宗是君 小宗为臣 那么如果刘秀供奉的是小宗 而把大宗放在一边的话 那这就叫以悲策尊 不合理法 那最后刘秀是怎么办呢 刘秀尊汉元帝为父 汉宣帝为祖父 汉摩斯帝以前我们讲过 元成哀平 刘秀与汉成帝是同伴的 所以刘秀尊汉成帝的父亲 汉元帝为父 就等于将自己作为了汉元帝的四子 以四子的身份继承大统 这点就符合法理 没有问题 按照大臣们的建议 汉宣帝汉元帝由刘秀亲自祭祀 而汉成帝以下 包括汉成帝则由有私负责祭祀 为了照顾刘秀的感情 大臣们还建议为刘秀的父亲刘亲 另立一个黄考庙 由大臣们负责祭祀 这件事情听起来跟明朝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是非常的类似 但刘秀处理的非常好 他并没有像嘉靖那样独断专心 他将这个问题交给大臣们来讨论 大臣们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以后 他也是从善如流 这恐怕也是与刘秀所受的教育有关 刘秀毕竟是在太学学习过的 他对儒家的礼仪了解的更加清楚 而且也更加能够顾全答局 这样处理比像嘉靖那样 在宫门卖劈里啪啦的打大拆的屁股 要聪明的多 南明的存在感之所以会这么低 也不能全怪清朝人的抹黑 他自己也确实是太不争气 读南明时有一个很大的功效 就是实际上这是一副药 可以有效的治疗低血压和气血两须 能够让低血压变成高血压 气血两须变成着气血两望 火冒三丈 作为南明的第一任皇帝朱优松 他也确实没有开一个好头 不过呢 这也不能全怪他 刚才说了 朱优松的父亲是福王朱长荀 福王朱长荀是万历皇帝最喜欢的儿子 当时想一例立他为太子 但是遭到了当时东林党人的强烈反对 这就是后来长达十几年的国本之争 最后虽然东林党人取得了胜利 但双方的梁子也就算是结下了 虽然朱优松无疑拥有法理上的合法性 但是东林党人却完全可以无视这些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朱优松继位以后会跟他们算老仗 他们想要拥戴的皇帝是当时的陆王朱长方 在继承的合法性上 朱长方根本无法跟朱优松相比 朱长方的父亲是万历皇帝的弟弟 所以他是崇祯皇帝的叔叔 属于小宗 根本就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利 但东林党人不管 东林党人说朱长方贤 其实所谓的贤 不过就是朱长方像宋徽宗那样 精于秦奇书画 符合东林党这帮文人的胃口 但实际上当后来洪光帝投降以后 东林党人推举朱长方为监国 实际上就是还想让他当皇帝 但朱长方一意就是想与清兵求和 想投降 甚至在清兵围困杭州永金门的时候 当守神的官兵在与清兵浴血奋战的时候 这位藩王竟然从城楼上掉下食物 犒劳清军 这就是东林党人所谓的贤 其实东林党人要的 不过就是一个听话的皇帝 可以听由他们的摆布 至于这个皇帝是否能够号召天下的民心士气 抵挡清军的进攻 这点并不重要 当时的东林党人列举了朱优松的种种 当时南明重要的大臣兵部尚书石可法 就提出了福王岂不可立 说他贪、饮、酗酒、不孝、略下、不读书、干预有私 石可法在后来的扬州保卫战中 宁死不强 被清兵所杀 他是民族英雄 这点不容置疑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曾经是那样的英雄 就可以一白遮百丑 实际上作为曾经一度的南明最高行政长官 他很多的做法是缺乏远见的 甚至可以说是幼稚无知 当然了 这也不能全怪他 他本身的能力实际上是不适合那么重要的位置的 但当时的大环境把他推到了那个位置上 他也只能勉力为之 自然这也暴露了他性格上的很多弱点 拒绝推举福王只是其中一例 福王得不到东林党人的支持 只好转而求助于江北四镇那些军人 他写密信给高杰刘良左 让他们推举他当皇帝 这对于这几位掌握兵权的总兵来说 简直是非来之喜 做五官的在明朝一直是被踩在脚底下摩擦 这下他们终于有机会了 他们有机会建立这样一个拥戴之功 所以他们毫不犹豫的支持朱优松 护送他到南京继位 这也就更加造成了 后来的江北四镇的总兵们 拥兵自重 完全不听皇帝的调遣 因为在他们眼里看来 皇帝就是他们立的 他们能立也能废 石科法犯的另外一个战略错误 就是他对清兵的态度 当清兵入关以后 石科法却提出了借鲁平寇的方针 他希望借清兵的手除掉李自成的大顺军 为崇祯皇帝报仇 他派人带着十万两白银和大量的黄金绸缎 去给清军靠兵 并且一意求和 因为只想求和 所以在清兵追杀大顺军的时候 他并没有让南明的军队 趁机收服山东河南的失地 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战略窗口期 清军在消灭了大顺军以后 也逐渐看清了南明的虚实 这样他们才敢大举难犯 否则按照顾承仙上的南明史中的很多资料表明 当时清朝的摄政王多尔滚 最初并没有大举难犯的打算 是他在看到了南明的虚实以后 又接受了清军中汉人大臣 比如说范文成的建议 才决定大举难犯 还有呢就是当市镇总兵之一的高杰 被手下杀死以后 当时高杰的夫人刑事 以前我们讲过刑事以前是李自成的夫人 后来高杰给李自成戴了顶绿帽 与刑事一起私奔 刑事与高杰生有一子 当时刑事就向石可法请求 请求石可法收他与高杰的儿子为义子 但遭到了石可法断然拒绝 石可法认为高杰毕竟是一个反贼 他怎么能收一个反贼之子做义子呢 他实在是太爱惜自己的义毛了 可是他却忽略了 当时高杰是兵强马壮 他的那些部下只听他的指挥 他去了也只听他儿子 如果石可法收了高杰之子为义子的话 那等于就是掌控了这支部队 但很遗憾 石可法实在是太爱惜自己的轻欲了 结果他让高杰的儿子 拜太监高杰显为义父 最后高杰显降清 这支部队最后也随同降了清朝 那么既然石可法犯了这么多的错误 我们是不是就不该赞美他了呢 我觉得呢 这应该是两回事 赞美石可法在扬州保卫战中 对抗强清的行为 并不是赞颂他中军爱国 而是赞颂他为这天地之间保留了一股正气 就是面临强敌的欺凌压迫的时候挺身而出舍生取义 这种威武不能去的精神实际上是最值得赞颂 这并不仅仅是汉民族应该具备的精神力量 而应该是世界各民族以及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精神 只有这样那些有权力有武力在身的人才不会肆意的妄为 所以石可法拱卫的并不是一城一地 而是拱卫着天地间的这股正气 我们学历史不光是要学历史的逻辑 更要学历史的正义 现在的很多人长于怀疑 但已经失去了赞美的能力 而当高尚的情操得不到赞美的时候 卑鄙与庸俗自然是大行其道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影视剧 将吴三桂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捧得高高的 将多夺多尔滚这样的杀人魔王捧成了天下第一的情主 这就是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完全无视历史的正义 宏光帝的历史评价非常低 这一方面是与明史有关 这点并不奇怪 还有一方面是跟明末清初时的那些文人笔记有关 那些文人或多或少都与东林党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东林党人是一直不喜欢朱尤松的 有人说朱尤松娇奢隐恶 他服侍了大量的春药 据说每晚都要蹂躏死两名童女 而当时朝中的非东林党的大臣 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却写道朱尤松是一个宽厚仁慈的人 但是同时也提到了朱尤松没文化 他看不懂奏章 所以只能任由下面的阮大臣和马世音他们胡作非为 朱尤松有没有像东林党人说的那样如此之隐恶 这点呢要画一个问号 但他确实是非常的贪玩 他很爱听戏 有一次呢 他主动召集大臣进攻议事 大臣们觉得很兴奋觉得皇帝这次主动召我们进攻议事 是不是皇帝想真正的好好做事 但实际证明这些大臣们是在以小人之心 赌君子之父 在大臣们向朱尤松禀报了需要尽快解决的紧急国事以后 朱尤松坎太一声说 说我招你们来可不是因为这个 我让你们来是让你们帮我议议 我现在宫中的戏班子里缺乏名角 你们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在宫外搜罗一些名角来 大臣们这才意识到原来是他们自己想多了 其实这也不怪朱尤松 他确实是不读书没文化 但是在明朝的那种体制下 你让他读书干什么 当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 就是把明朝的这些王爷他的那些子子孙孙们都好好的供养起来 他们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专注于生孩子就可以 每生一个孩子国家都有装款供养 这在朱元璋这个朴素的农民看来 这叫多子多夫 朱性的子孙多了 他们朱家的天下才能够得以稳固 所以有资料表明在嘉靖年间 用于供养这些朱子朱孙们的费用 就达到了国家收入的37.3%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到后来甚至一个省的收入都不足以供养当地的藩王 有人说朱元璋是贫苦出身 所以他登基以后会对贫苦老百姓好一点 其实并非如此 他只对他的朱子朱孙们好 所以这也就难怪那些藩王们终日只知道享乐 整天就待在王府中不问世事 出了被窝就算出远门了 这样的藩王 当天下的大任赋予他们的尖头的时候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这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有人说南明具备的客观条件并不比当年的南宋差 甚至比南宋强 至少明朝本来就有两个都城 一个是在北京 一个是在南京 南京也有一整套的行政班子 而当年的南宋可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南明也有着号称上百万的军队 虽然实际上没有这么多 但几十万总是有的 有人说南明就毁于党政 是明王朝党政的延续 有人说南明的帝王不行 个个都提不起来 还有人说南明的大臣不行 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官 要么就是内斗 要么就是头强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 讲的人呢也很多 我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 我想说的是呢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当年同样是一官难度 东进可以坚持一百多年 南宋可以坚持一百五十二年 而南明仅仅坚持了十八年 我们可以从一个宏观的角度 还探讨这个问题 当年的宋高宗赵构 可以被称为大宋朝第一跑难 那是真能跑 一直跑到了浙江台州上个船 赵构是个英明的君主吗 肯定不是 但是由他建立的南宋 却可以持续一百五十二年 而且一直熬死了 他曾经的对手西夏宇金 最后是亡在了当时世界上 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蒙元的手里 康王赵构是靖康之变中 唯一逃出来的皇子 所以他继位的合法性 无容置疑 有人认为南明之所以宿王 主要原因就是崇祯没有安排太子 或者是其他的皇子 先去南方避难 如果当时南方有崇祯的儿子 那么他的继位就没有任何的争议 南明也就避免了那么多的内斗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可以说在这点上 崇祯又犯了一个无可饶恕的错误 如果他的三子之一登基 南明的形势应该会比朱游松登基要好得多 至少那些将军们不会因为有了拥立之功而日益的猖獗 但回过头我们想想 这似乎又并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刚才我们说了 朱游松继位的合法性 在当时来说也是无可置疑的 而且他继位以后 并没有其他的皇族与他争夺权力 争夺地位 南明后来的地位之争 是发生在洪光帝被俘以后 那些被各方势力推举出来的藩王 才互不承认互相争斗 所以即便是南明由崇祯的皇子们继任皇帝 情况也未必会比朱游松好多少 赵构是真能跑 他为这跑也真是付出了代价 连自己的性功能都丧失了 在跑的途中也发生了一些叙事 据浙江的一名高僧回顾 在他年轻的时候 曾经有一天晚上 突然闯进了16名骑士 其中一个身披金甲外照黄袍的将军 是非常的千功有礼 问四里的和尚是否能够提供一些素食 当时和尚们马上为他们唠了五张大脸 这位披黄袍的将军一个人就开了三张 吃完以后才注意到 他的那15名随从正鸡肠碌碌 眼睛巴巴的看着他 他们也没吃饭 这位披黄袍的将军就是赵构 他当时觉得挺不好意思 这些人跟着他跑了几天几夜了 也是一口饭没吃 自己不管不顾的就这么吃了三张大饼 现在只剩下两张了 还有15个人呢 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赵构想了想又吃了半张 这下就剩下一张半了 你们15个人好分 赵构最远逃到了浙江台州 有一次呢 他到了一个叫黄郊村的地方 当时村中的人呢都围拢过来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宋朝的王爷 那么尊贵的人 当时村里的很多女人也不懂什么规矩 就拉着赵构一起合影啊 一起拍照啊签字啊等等等等 他没有任何的架子 要拍照就拍照 要签字就签字 一点没有偶像包袱 但最后还是因为来的人太多 赵构有点烦了 所以呢他就想劝退他们 他笑着对那些村妇说 助于夫人们请便吧 村妇们一听大喜 当时就把康王赵构随便了 赵构也认了 反正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跟大家开个玩笑 后面那部分呢是我自己杜撰的 不过呢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个黄郊村 在这个村子里的女人们都称自己为夫人 据说这就是来自于赵构那次造访 还有一件事情呢很有意思 赵构在登机以后 他每次吃饭都用两副碗筷 他先是用一副碗筷将自己想吃的东西加到自己的碗里 然后再用另外一副筷子送到自己的嘴里食用 赵构平时很节俭 他不爱吃肉只爱吃素菜 放到他自己碗里的饭菜 他一定要全部吃过 后来有一次吴皇后就问他陛下为什么要用两副筷子 赵构回道 物不欲与蚕食与工人食也 因为赵构虽然节俭 但每次用膳免不了还要做十几道几十道菜 这些赵构吃剩下的饭菜 最后都会赏给那些在宫中有头面的宫女或者是太监 赵构之所以用两副筷子 就是不想让工人们吃他的口水 这副筷子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宫筷 赵构最大的本事还不是能跑 而是能跑回来 他最远曾经跑到了浙江的台州 已经靠近了海边 然后他又回来了 到了临安现在的杭州定都 洪光帝是在南京登基的 在他下一任龙武皇帝登基的地点 就跑到了更南边的福建福州 再以后的少武帝永历皇帝都是在广东登基的 永历皇帝朱油郎甚至最后跑到了缅甸 这一点高宗赵构都比不上 而且他们跑了就没有再回来 赵构为什么能够跑回来 当然原因很多 但主要的一点就是民心所向 当时的宋朝在金人占领的北方 不乏有新气急这样的抗金意识 在中国的南方又有无数像路由那样的门人百姓 无时无刻不是期待着王师北定中原日 佳继无望 高乃翁 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他们都无比眷恋着他们自己的大宋朝 而到了明朝末期呢 老百姓已经是活不下去了 风起云涌的流民起义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有人可能会说不是也爆发了很多反清的起义 不过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 这些反清的起义大部分都是在多尔滚颁布了替发义弗令以后爆发的 所以他们反的虽然是清但并不是为了明朝 他们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 他们失去的并不是一个腐朽墨落的冥王朝 而是他们的文化习俗 他们的传统 这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王天下 南宋时期南宋政权虽然是偏安易雨 但是呢在中国的南方也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 因为已经失去了北方的土地 所以南宋更加全力的发展商业以及对外贸易 南宋时期商业和对外贸易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特别是在跟金人签订了绍兴合议以后 南宋赢得了几十年的发展时光 在这几十年里南宋的经济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逐渐得到提高 这时候的南宋无疑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国家 所以这才会有崖山海战十万居民与他们的王朝共存 那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王朝无比的眷恋 其实他们这么做并不仅仅是为了他们的王朝 更是为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传统他们的生活方式 明朝末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就是大批的官员投降 到了南明时期更是如此 那些地方的总兵们 他们可以拿着国家大笔的俸语 然后等清兵来犯的时候 眼睛都可以不眨一下的就马上投降 对于他们来说 投降不过是一个习惯性的操作 不管是以前的东进还是后来的南宋 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做到君臣一心 东进的开国皇帝司马瑞 并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人 他信任的人是王岛 所以王与马共治天下 王与马也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东进时期也出了很多权臣 比如说桓温 比如说刘豫 但是这些权臣同样是主张被发 而且在这方面都立下了很大的功勋 南宋虽然因为政治原因 赵构杀死了岳飞 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南宋的君臣也是一体的 而明朝呢 明朝晚期的君臣关系 在以前的节目中 我已经讲过很多了 那些大臣们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职业经理人 东家不成打西家 所以投降就变成了一个日常操作 顺便说一句 那些投降明朝的南明皇帝们 不久以后都被控以毛反之罪出展 而那些投降清朝们的降神降将们呢 在乾隆间间他们都被编入了二臣传 那时候清朝的天下已定 已经用不着这些人了 所以自然就像丢垃圾一样 把他们丢了出来 清朝人说不杀满清的皇室贵族 但其实他们一个也没放过 他们曾经答应许给那些降臣降将们的荣华富贵 到最后大多的也都收回去 在信义方面 晚清统治者可以说是先天不足 那些为大清江山建立了不朽功勋的汉臣们 他们这次终于知道了 什么叫做泄沫杀马户 那么是不是到了明朝后期 天下的人心都不古了 臣民们都没有忠君爱国之心了 我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清统治者自身 包括明朝建立之初的制度设计 明朝的制度设计的宗旨 就是为了不断的加强皇权 不断的削弱臣民的权利 对于百姓呢 则是期望将他们限制的死死的 这样更加容易统治 不得不说这种统治方式 确实可以大力的加强中央集权 能够有效的保护他们诸室江山的永固 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朝竟然能够持续了270多年 这有点像庄子曾经提到的一种统治模式 在庄子外边去窃中曾经提到 有一种统治方式就是像防范小偷一样 将门锁都锁得严严的 能加固的地方就加固 能用绳结的地方就用绳子紧紧的绑住 似乎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最聪明的 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些东西被盗 但结果呢 当真的大盗来临的时候 大盗们扛起已经绑好的枪子 扬长而去 而以前的主人所做的一切 也都成了为大盗做假衣裳 这个呢有点像明清交际之际的权力更替 清朝人捡了明统治者的一个大便宜 否则以满清的势力根本不可能征服 并且统治这么一个诺大的帝国 明朝灭亡是必然的 但清朝能够取而代之 则是偶然之中的偶然 所以啊 综上所述 南明的灭亡 与其说是他们君臣之间的种种原因 不如说是明朝建国之初 这种制度的总破产 积各种内部专制于大成的大明王朝 不仅制造了历史上最自私无能的皇族 最不负责任没有节操的官员 同时也造就了抵抗能力最弱 统治成本最低的民众和地方 这一切最终也就成了明朝送给清朝的一个大礼包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 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